今天为你解读的书是《取悦症》 副标题是《不懂拒绝的老好人》 取悦症简单来说就是我们常常说到的讨好型人格 本书作者哈里亚特·布莱克认为 如果一个人总是把别人的需求摆在第一位 从来都不对别人说不 始终在争取周围每个人的认可 并且这种强迫症已经严重影响了他们的生活 这些人就可以算得上是取悦症患者了 严格来讲取悦症不是一种病 而是一种日积月累形成的行为习惯 如果你发现自己总是在帮同事完成工作 哪怕自己很忙也从来不会拒绝 和朋友一起出去吃饭 明明不能吃辣 还硬撑着陪大家吃辣火锅 你可能就是一名妥妥的取悦症患者了 本书的作者哈利亚特·布莱克 拥有25年的职业临床心理医生和管理顾问的经验 在他的职业生涯中 治疗过数百位患有取悦症的来访者 说起这本书的渊源 还跟美国著名的脱口秀主持人奥普拉有关 在1999年 哈利亚特·布莱克以嘉宾的身份去参加奥普拉脱口秀 奥普拉对他说 自己也是取悦症患者 长期受到取悦症的困扰 极力建议哈利亚特·布莱克 写一本解救取悦症患者的书 于是就有了我们今天要讲的这本 取悦症 今天我会主要分为两部分 为你解读这本书 第一部分 取悦症患者有哪些类型 是什么让他们强迫自己取悦他人 第二部分 如何摆脱取悦症 好 我们先进入第一部分 说说取悦症患者的类型和原因 取悦症患者可以分为三种类型 第一种是认知型取悦者 这种类型的取悦者脑海里有一些错误的思维 在这些错误思维的指引下 他们做出了一系列取悦别人的行为 认知型取悦者 一种非常常见的错误思维 就是应该是思维 比如说我应该满足别人对我的要求和期望 我应该照顾身边的每一个人 不管他们有没有向我求助 再比如说 别人应该感激我 喜欢我 毕竟我为他们做了那么多 别人应该永远不生我的气 因为我一直在努力地让他们高兴 总是这么想的人 通常也是完美主义者 他们对自己 对别人都会提出很高的要求 一旦这个要求达不到 他们就会觉得特别沮丧甚至自责 所以他们会去不停地取悦别人 好让一切如自己所愿 应该是思维里最害人的一种思维方式是 我应该做个好人 做好人本身并没有什么问题 但问题是 有些人会过于执着地要做个好人 并且把做好人理解成了不能对别人说不 不能对别人表达愤怒 甚至连对别人不满和指责的想法都不能有 有这种思维的人一方面强迫自己面面俱到 满足别人的所有需求 另一方面也期待着因为自己是个好人 所以别人就会喜欢自己 夸奖自己 更不会拒绝和抛弃自己 一旦有人对他表现出不满 或者想要抛弃他的想法 这种强迫性好人 就会觉得一定是自己哪里做得不够好 才会导致对方对自己不满意 这样他就更会变本加厉地对别人好 就这样他就成了一个取悦者 除了应该是思维 认知型取悦者 还有一种常见的错误思维是 照顾自己等于自私 在很多取悦者的心里 会同时存在两种选择 一种选择是做一个完全无私的人 把别人的需求摆在第一位 另一种是选择是做个完全自私的人 把自己的需求摆在第一位 在他们看来 世界上只有这两种选择 并且这两种选择是无法兼容的 要么无私 要么自私 而自私是一种非常不好的品质 一个自私的人是不会被大家喜欢的 所以他就非常努力地去做一个无私的人 而事实上取悦者没有注意到 在自私和无私之间 还有大量的中间地带 作者把这个中间地带叫做 开明的利己主义 所谓开明的利己主义 指的就是 你要照顾好自己 有时甚至要把自己的需求摆在第一位 与此同时 你也要考虑别人的需求和福利 这种例子其实很多 比如 一个妈妈要想照顾好孩子 首先必须照顾好自己 消防队员在救火时 也要首先做好防护措施 保证自己的安全 才能解救更多人 所以把自己的需求摆在第一位 不仅不是自私 还是一件必须要做好的事情 以上就是认知型取悦者的两种错误思维 作者认为 这些错误的思维 不会凭空植入到一个人的大脑中 而是通常与他的成长环境 和原生家庭的教育有关 比如一个孩子小时候比较胖 或者有其他缺陷 害怕别人不喜欢自己 不跟自己玩 他以为自己只要做个好人 迎合别人就好了 而这种错误的信念 被他一直带到了成年后 形成了讨好型人格 说完了取悦症患者的第一种类型 认知型 我们再说第二种习惯型取悦者 我们刚刚说到的认知型取悦者 他们取悦别人是在某种思维的指导下 是一种有意识的行为 而接下来我们说到的习惯型取悦者 他们取悦别人就像上了瘾一样 是一种没有意识的行为 我们普通人也都希望获得别人的认可 希望别人能够喜欢自己 但是对习惯型取悦者来说 别人的认可对于他们来说 就像空气一样 离开了就活不下去 因此他们会时时刻刻感知别人的需求 然后主动满足对方 以此获得别人的认可 那为什么习惯型取悦者 会这么需要别人的认可呢 作者认为 人们是通过对周围环境的学习 变成取悦者的 这种学习可以分为两种主要的形式 第一种学习形式叫做角色模仿 就是说取悦者会模仿身边人的处事方式 然后内化成自己的行为方式 最重要的模仿对象通常是爸爸妈妈 如果一个孩子从小看着爸妈 从来不跟别人说不 总是尽力满足他人的需求 而认识的叔叔阿姨 还会经常跟这个孩子说 你爸爸妈妈都是好人 这个孩子会自然而然地觉得 爸爸妈妈这样做是好的 是对的 这样他就会跟着模仿学习 然后也成为像爸爸妈妈一样的人 第二种学习形式是奖赏的正强化 所谓奖赏的正强化 就是当你做的事情符合父母的期待 就会获得夸奖 而如果你没有做好 就会获得相应的惩罚 也就是我们常说的有条件的爱 爸爸妈妈不是不给孩子爱 只是这些爱都加了条件 比如如果你听话 就会获得奖励和夸奖 如果你考试成绩好 也会获得夸奖 但是如果没有这些条件 就感受不到爸爸妈妈的爱 所以为了获得爸爸妈妈的爱 孩子会努力满足爸爸妈妈开出的条件 这样的奖赏正强化 也很容易把一个孩子培养成取悦者 作者在书中举了萨曼莎的例子 萨曼莎就是那种典型的 被有条件的爱养大的孩子 小时候如果她考了高分 或者在家庭聚会上表现得乖巧 爸爸就会跟她说 乖女儿 我们很爱你 但如果她没有打扫房间 或者客人来家里的时候 她没有马上笑脸相迎 爸爸就会不理她 有时候一连好几天都不跟她说话 为了让爸爸高兴 萨曼莎就会想尽办法 做让父亲高兴的事情 并且把这样的习惯 带到了自己后来的婚姻生活里 萨曼莎不停地讨好她的丈夫 吃什么穿什么都根据丈夫的喜好来 就像一个听话的提线木偶一样 结果她的丈夫吃定了 萨曼莎会一直听话 顺从 脾气越来越暴躁 萨曼莎只得加倍讨好丈夫 成为一个重度取悦症患者 讲完了习惯型取悦者 我们再来说取悦者的第三种类型 情感逃避型取悦者 这类取悦者取悦别人的原因 是害怕冲突 他们会预设 一旦自己不顺从 不取悦对方 对方就会愤怒 冲突就将不可避免 所以为了把冲突扼杀在萌芽状态 取悦者选择压抑自己的情绪和需求 去顺从别人的想法 严重的情感逃避型取悦者 甚至在面临配偶的虐待 上司的骚扰时 也会选择不离婚 不辞职 因为他们会担心 离婚或者辞职的决定 会让对方难堪 从而引发更激烈的冲突 所以选择一直忍下去 情感逃避型取悦者 之所以一直通过取悦别人的方式 来避免糟糕的情感 通常都和童年的记忆有关 在孩子的眼里 所有成年人都很强大 他们个头更高 地位更高 嗓门更响 并且还拥有掌控孩子生活的权利 所以孩子的生活是完全依赖大人的 所以当大人暴怒时 孩子会觉得有一种天塌了的感觉 不管大人的愤怒 是指向自己妻子或丈夫的 还是指向孩子 孩子在内心都会产生一种很深的恐惧感 如果父母还酗酒或者吸毒 情绪就会更加阴晴不定 反复无常 孩子不知道暴风雨什么时候会来 那种恐惧感就会更强 这种童年时候 恐惧的记忆会一直跟着孩子长大 作者就举了这样一个例子 48岁的帕特里夏 形容自己就像门口的擦鞋垫一样 总是逆来顺受 他在男人面前总是捏手捏脚的 生怕惹怒他们 而他的这种处事方式就和他的父亲有关 帕特里夏的父亲脾气相当暴躁 几乎每晚都喝醉 喝醉酒就大喊大闹 还打妈妈 为了保护帕特里夏 妈妈吩咐他 千万别和爸爸顶嘴 他说什么 你答应就好了 所以帕特里夏听了妈妈的话 每次爸爸说什么 他就笑着回答 是爸爸 然后用最快的速度躲到自己的房间里 后来帕特里夏结婚了 他的丈夫其实是一个很温和 脾气很好的人 但是因为帕特里夏从小在脾气暴躁的父亲身边长大 对可能到来的愤怒有本能的恐惧 所以他虽然从来没有见过丈夫发火 也还是小心翼翼的 因为他总是觉得丈夫发火是迟早的事 情感逃避型取悦者 恐惧愤怒 就像怕水的人从来不敢下水游泳 怕飞机的人从来不坐飞机一样 为了避免可能的危险 他们尽早掐掉了所有可能引发愤怒的火苗 以上就是取悦者的三种类型 分别是认知型取悦者 习惯型取悦者 以及情感逃避型取悦者 认知型取悦者的头脑中 存在一些根深蒂固的错误思维 比如应该是思维 我一定要做个好人 以及照顾自己就是自私 习惯型取悦者对认可和称赞上瘾 为了获得别人的赞扬 他们愿意不惜一切地取悦对方 最后一种情感逃避型取悦者 他们取悦对方是因为对于愤怒的恐惧 认为只要不顺从对方 对方就会变得非常愤怒 为了逃避面对愤怒 他们选择取悦对方 不过在生活中 我们见到的取悦者 很难具体说 他是认知型的还是习惯型的 他们通常都是其中一种或两种 甚至三种类型的混合型 说完了取悦者的三种类型 接下来第二部分 我们再来说说如何摆脱取悦症 不再做个老好人 作者在书里讲了一个21天方案 我总结下来主要有四个具体的方法 第一个方法就是学会说不 这也是治愈取悦症最重要的一个方法 取悦症患者面临的一个最大问题是不会说不 只要别人一有要求 他哪怕内心很想说不 说出口的常常也是 行 好的 没问题 所以取悦者学习说不的第一步就是 拖延时间 不马上给出答复 这可以帮取悦者赢得主动 提高对事情的控制感 如果对方是通过电话或者微信提出请求 你可以说 你先别挂 等我一会儿啊 让我先想想下午再回复你可以吗 如果对方是面对面的提出请求 你可以找机会离开一下 比如转身去吧台倒杯水 去一趟卫生间或者假装接个电话 对于一般人来说 这些方法听起来可能没什么 但对于取悦者来说 能够找一个合适的措辞去抑制自己说yes的冲动 是非常不容易的 所以如果你觉得找到一个拖延时间的措辞有难度 最好提前准备一个拖延时间的措辞列表 放在平时容易看到的地方 经常复习 需要的时候就可以信手拈来了 学习说不的第二步是 抵抗对方持续的施压 在你试图拖延时间以后 对方可能会持续给你施压 希望你能尽快给出答复 这个时候你要用到一个叫破唱片的技巧 破唱片技巧指的是当对方给你压力时 你要准确地复述对方的情绪反应 并表达你的同情 告诉对方你听到了他的请求 也感受到了他的压力 然后再重复你拖延时间的措辞 就像一张破唱片一样 举个例子 朋友给你打电话说 我想请你帮个忙 周末有个很重要的饭局 你能过来帮我撑撑场子吗 我真的很需要你 你用拖延时间的策略对他说 我现在时间还定不下来 需要过两天 朋友还是持续地催促你 说你不能现在就定下来吗 我真的很希望你来 没你我不知道要怎么应付 这个时候 就要用到我们刚刚说到的破唱片技巧了 你可以说 我知道你非常希望我能过去帮你 这是复述对方的情绪 同时告诉对方 你听到了他的请求 接着你要说 但是我很可能没空 所以我必须核实一下 我会过一两天回复你 这是再次使用拖延时间的策略 采用破唱片技巧的关键 是避免回应对方施压的实际内容 在这个例子里 就是你不能现在就定下来吗 如果你回应实际内容 你很可能失去对谈话的控制力 学习说不的最后一个步骤就是 拒绝 在经过拖延策略以后 如果你确定没有办法答应对方的请求 这个时候就要拒绝对方了 拒绝有两种情况 第一种是 你完全无法答应对方的要求 第二种情况是 你无法答应对方的全部要求 但是可以提供一个折中方案 关于第一种要完全拒绝对方的情况 这里教你一个拒绝的三明治技巧 就是把否定的答复做成一个三明治 加在两层恭维或肯定的话中间 你可以这样说 我打电话是想答复你那天热情的邀请 很抱歉 这次我不能去了 但我希望你下次还能想到我 或者 你是我的好朋友 但我打电话是想告诉你 那天你拖我的事 我帮不上忙了 如果我能 我一定会帮忙 我想你是可以理解的 采用三明治技巧 目的是对拒绝提供一定的缓冲 让你的拒绝听起来坚定 但又很友善 第二种情况是 你只能部分答应对方的请求 但你可以提供一个折中方案 在提出折中方案的时候 你要用到一个叫做反三明治的技巧 反三明治是把你的折中方案 加在两层负面信息中间 第一层是告诉对方 你没法接受他的请求 第二层是好消息 告诉他你有一个折中的方案 第三层要告诉对方的信息是 这是唯一的方案 他要么接受 要么放弃 我们还是拿那个饭局撑场子的例子来说 你发现自己中午还有另外一个饭局 但是两个饭局相隔的距离不太远 你可以在对方快要结束的时候露个脸 这个时候就用到反三明治技巧 和对方说 我知道你希望我整个饭局都在 但我只能在你快结束的时候才能感到 如果这样不行 那就真的没办法了 反三明治技巧既能让你提出自己的方案 又能避免对方讨价还价 让自己又一次陷入取悦对方的行为中 我们来回顾一下这个说不的过程 第一步 拖延时间 当对方跟你提出一个请求 你首先要采用拖延策略 为自己争取反应的时间 第二步 抵抗对方持续的施压 在对方持续施压 希望你尽快给出答复时 用破唱片技巧顶住压力 第三步 拒绝 如果你无法答应对方的请求 采用三明治技巧 温柔而坚定地拒绝对方 如果你可以提出一个折中方案 这个时候 采用反三明治技巧 明确地向对方提出你的方案 说完了摆脱取悦症的第一个方法 学会说不 接下来我们再来介绍第二种方法 修正应该是思维 我们在前面说过 有一类取悦者 他们取悦别人 是因为脑子里有许许多多的应该 比如说 我应该总是满足他人对我的要求和期望 带着这种应该是思维 取悦者会给自己定一个很高的要求 然后 强迫性的要求自己对别人好 所以 要想让这种类型的取悦者 不再那么喜欢讨好别人 就要对他们的思维方式进行修正 比如 把 我应该总是满足他人对我的要求和期待 转换成 如果我愿意 我可以选择满足那些重要的人 对我的要求或者期待 这么一改 取悦者对自己的要求就不再那么苛刻了 并且 加上了 如果我愿意 那些重要的人之类的限定词 就会让人觉得更有选择性 更有掌控感 而不是一股脑的别人说什么就是什么 摆脱取悦症的第三个方法叫自我照顾 取悦者总是把别人的需求放在自己的需求前面 所以很少能真正照顾到自己的内心需求 所以要改变取悦别人的习惯 取悦者要开始学着照顾自己 你可以在日记本上写一个我的娱乐活动清单 清单上要至少包括20项你觉得开心的娱乐活动 这个清单上可以有简单的娱乐活动 比如出去和朋友聚个餐 一起打一次羽毛球 也可以有比较奢侈的活动 比如去土耳其做一次热气球 去伦敦看一场演出 总之你怎样写这个清单都有你说了算 重要的是一定要执行到位 平时每天做一两件小事 每隔半年或一年完成一个大计划 在这个过程中 你会慢慢开始做让自己高兴 而不是让别人高兴的事情 你取悦别人的习惯也会慢慢有所改善 最后我们再来说说 摆脱取悦症的第四个方法 重新定义自己 取悦症太在乎自己身上好人这个标签了 所以 事事做得谨小慎微 为了做个好人 他们都快放弃自己的个性了 但其实每个人都是丰富的 不可能只有好人这一个标签 所以 摆脱取悦症还有一件重要的事要做 就是撕掉好人这个标签 认识多样化的自己 问题是 长期以来 取悦者为了获得好人这个变迁 已经把别的个性都模糊化了 所以 他们必须重新定义自我 这个重新定义自己的过程 需要自己和朋友共同完成 你先自己在纸上写下十个形容你自己的词语 当然 这十个词中不包括好人这个词 然后你再采访几个好朋友 请他们用十个词来形容一下你 你把这些词收集起来 就会发现 除了好人 你可能还是一个有趣的人 努力的人 感性的人等等 选择其中几个你喜欢的词 你就可以朝着这个方向努力 慢慢的 你就会发现 原来 自己除了是个好人 你还可能因为 有趣 逻辑思维能力强 幽默等等许多别的特质 而获得别人的喜欢 也就不用一直执着地只做个好人了 以上就是这本书的全部内容 我主要为你讲述了取悦症的三种类型 以及每一种类型的取悦症是怎么形成的 这三种取悦症分别是认知型取悦者 习惯型取悦 以及情感逃避型取悦者 针对如何治愈取悦者 我们也介绍了四个具体的方法 分别是学会说不 修正应该是思维 自我照顾 以及重新定义 希望这些方法能够帮你摆脱取悦症 按照自己的意愿更好的生活 好 取悦症这本书就为你讲到这里 听书笔记在音频下方 我们明天见